我看见动词to be在其他的句子里面并没有是什么什么的解释 那他们在这句子里面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你真是提出了一个最好最好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b动词跟名词和形容词在一块 可以表达人物的特征情感或者是事物的状况 for example he is a cook 他是一个厨师 the flowers are red 表示花的一个特征 I am sad 我的情感问题我很伤心 好了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b动词除了做动词以外 它还做助动词 就是说它和其他的词联合在一块 来看两种情况 第一个呢我们来看现在进行时 什么叫现在进行时 就是说在说话的时候你正在做什么 我们怎么样用英文来表达 那么呢这是一个固定的结构 就是动词b的b动词加动词再加ing 这是一个固定的结构啊 永远都不要错呀 alright如果我要表达我正在工作 我怎么说 i am working am是b动词对吧 i是主语 i am working working就是work加上ing 这是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 这是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 就是我在说话的这一刻 i am working alright she is sleeping yes是动词 是逼动词 sleep是动词 加上ing sleeping she is sleeping alright they are watering alright 这个结构呢就是说 表达你在说话的时候正在做什么 就是b动词加动词再加ing alright 是不是比较简单啊 好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表达方式 第二个表达方式是b动词加going to 这个结构 这是一个固定的搭配啊 来表达在短期里 我计划做什么 我准备去干什么 alright let's see they are going to Paris next year 他们明年准备去巴黎 alright I am going to visit my parents this weekend 我准备去看我的父母 这两个句型哈 在我们生活中的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 一个是我正在做什么 然后呢就是说我打算去做什么 口语中用的太多了 那么他们所表达的都是现在式 能不能表达过去式呢 就是说在我说话之前 我已经做了计划 在我说话之前 我在干别的 那个时候我在做什么 可不可以表达 也可以的呀 我们只要把动词B的现在式变成过去时代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哈 我现在正在上班 如果说我昨天九点钟的时候我在上班 好你就把这个am改成was就可以了 I was working at 9pm yesterday 我昨天九点钟的时候正在上班 那个时候我正在上班 ok 我还可以说 also they were watering two hours ago they will wills are的过去式对吧 they were watering 就是两个小时以前 他们在浇水 是不是就表达的非常的清楚了 是吧 ok 如果我们说我计划做什么 可不可以用过去式呢 就是说我曾经计划了 但是现在实现不了了 可不可以说呢 也可以说 就是把这个B动词啊 改成过去式就可以了 比如说 we are going to 就改成we will go into 因为wells are的过去式 ok he was going to China last summer 他是打算了 去年夏天去中国的 但是因为预期没有去成啊 是不是过去式的结构 过去式的这个打算啊 对了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 如果说你迟到了 老板说 why are you late 那么你就可以很清楚的 用过去式来表达 I was taking my mother go to the hospital 下班回家晚了 老婆问你 你干什么去了 你就可以说 oh I was working 那个时候我在上班 我回来晚了 我上班晚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啊 ok 这两个句型呢 是我们生活中用的频率最高的 也是B动词的这个主要用法 当然还有许多关于B动词跟其他的词联合在一起的用法 下一次呢 我们再学习 好了 That's all for today See ya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